大家好,我是二六二 红海行动作为一部中国海军大力支持的电影 海军舰艇们的戏份自然不会少 中国海军出动了多艘舰艇参加了电影拍摄工作 包括903型综合补给舰 071型缅期船务登陆舰 054A型护卫舰 许昌浩 726型气垫登陆艇 影片中大篇幅地展现了中国海军舰艇驰骋大洋的雄姿 同时还有直人机追捕海盗小艇这样的特战场面 那各类影视作品中描写海战场景的也不在少数 红海行动在其中到底算什么水平 不妨让我们一起看看国外影视大片中的海战 超级战舰 这个前线连非常有名 推移老兵战略舰 调打外星小怪兽 选了肉麻的本市主旋律电影 其中战舰飘逸的这段高潮部分 在节目中也多次用过 不用多说了 末日孤舰 这是一个系列美剧 以致命病毒席卷世界 在海上执行命运任务的一艘美军阿尼伯克级驱逐舰 成为孤独的幸存者的故事 对于咱军民来说 该剧最大的亮点是片中场景大量驱进真实的阿尼伯克级驱逐舰 各种细节让观众看得十分过瘾 而片中出现的其他军舰则相对草率 第一季中反派的一艘击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 远景却是任用随机做的 而近景则用一阿华级战列舰冲输 这也算是美帝土豪奢侈的群众演员了 末日孤舰共派了三季 我个人感觉最出彩的 是第二季结尾和英国机敏级核潜艇的对决 在这场战斗中 机智勇敢的主角舰长 直接将自己的驱逐舰 关掉引擎 悄无声息地滑行到核潜艇的正上方 那叫一个刺激啊 而这个剧的第三季反派变成了中国 拍出民族感情印象 我也觉得第三季拍的比较烂 是为黑而黑的完全神棍之作 当然有兴趣看中美战舰大战的话 也必须瞧瞧 核子航母预险机 这是一部穿越神作 讲述美国海军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 穿越到了二战时期 调打日本 有点兴趣看中美国海军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